大家好,我是Coco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主题是 你若想余生过得越来越顺的话 就应该很心的逼自己养成这些好的习惯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番风顺 总会遇到一些坎坷 跨过去了就会迎接来阳光 有的人表面风光 你却不知道他其实已经经历了很多的坎坷 背后经历了多少的磨难 有的人一时不顺很落魄 可是他却能绝处逢生 几年之后又混得风生水起了 越走越顺的人不一定是有钱 但有了这些东西就足够的支持他走下去了 第一点就是好人缘 有时候我们自己解决起来很困难的事情 只要我们求助于分专业领域的朋友 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好人缘的话 有比较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无论做什么事情就像是有了左板右臂一样 得心应手了 自己的人脉扩大 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我们得拥有高情商 如何和别人交流 说话也是一门艺术 如何来提高自己的能力呢 毕竟帮助是一个互助的嘛 如果你只是一条闲鱼的话 估计别人看都不想看你一眼了 情商高起来的时候 就是路越走越顺的时候 第二点就是勤劳 一日之际在一层 一生之际在一起 一个人可以不聪明 学东西可以学得很慢 但是还是很懒惰的 那基本就是无药可救了 如果别人学习一项技能 要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花三个月的时间 就一定可以学会了 努力的人上天一定会健康的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领域 只要我们付出了时间和精力的话 结果就不会太差了 毕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 古今这一句话是通用的 第三点呢就是乐观 爱笑的人 运气呢都不会太差 甚至会好很多 当我们的生活不那么顺心的时候呢 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 就是一门大学问了 需要发泄 可以去跑步啊 出门走走散散心 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再回家 而不是把自己的不满和不开心 转移到家人的身上 回家就是板着长脸 冲着家人发火 这会形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 家人的心情也会更加不好了 浴室总是笑呵呵的人 不是没心没肺 相反的他们很有智慧 他们知道生气呢发脾气 起不到任何的一个作用 与其沮丧的脸过一天 还不如笑着过一天的 乐观的人呢 上帝呢总是会给他们开一扇窗 细心观察可以发现 那些生意兴隆的店铺啊 往往都有一个笑脸迎客的老板 这样吃饭的人呢 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了 路是靠我们自己走出来了 只有经历了风雨 才能看得见彩虹 钱永远都不是万能的 钱不会使我们离成功更近 只有我们自己的品格和力量 才能支持着我们 走下去 把路越走越顺 越走越宽哦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对本期的话题 有任何好的意见 期待你的留言分享 同时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 点赞加收藏转发